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继慈善表扬奖 18日在园林演艺厅举行 除了办理新就任会长交接仪式 与志工颁奖典礼外 也邀请洛氏族群和社福团体 前来欣赏音乐会 期盼藉由美妙音符的传递 将这些日子以来的感谢 传达到每位志工的心里 我们在到处在做社会服务的时候 我们看到很多很有爱心的志工 他们默默的在背后 在帮忙付出时间跟金钱 那我们都看在眼里 那我们今天所以这个音乐会 也都邀请他们来参加 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个音乐会 也让他们感受到 其实社会上是很多人 看到他们默默在付出他们的精神 那我们就这个音乐会 能给他们一个最好的鼓励 拿大家来宁静这个力量 为社会共同来付出 来打拼来为社会每个需要的朋友 来给他们尽一点心力 他们的病宿是 他们的真对一些弱势的这个协会 还是说艰苦人 都有做他们的这个相关的帮助 那每年也这个办了 几次的园友会 让我们知道六世朋友可以走出来 一起来接受大家的一个关怀 一起来在这边做了非常多的一个 这个相关的一个表演活动 那除此之外 今天也是他们的一个这个交接的一个仪式 那有过去这个我们的卓会长 他都秉持着这个妈祖的慈悲心 在做这个主持人的活动 那接下来我们要接任的这个杨会长 一样也是呢 这个非常这个热心公益的这个伙伴 我相信未来在他们的带动之下 一定能够把我们北斗电安宫 妈祖的这个慈悲精神 关怀更多的弱势 北斗电安宫是彰化县历史相当悠久的妈祖庙 北斗电安慈善功德会 发扬妈祖慈悲不爱精神热心公益 服务彰化县许多遭逢困顿的弱势家庭 除了提供所需物资及急难救助之外 平时也透过志工访式 固定提拨经费 购买社福团体产品 散播爱与幸福的种子 公益频道许维珍 袁林采访报导 感谢您的观看